第二集 在我记忆中 我的父亲齐世英 一生都是位温和的君子 他说那实在是他理想的开始 做人要有个人的样子 他少年时曾跟祖母 到祖父的军队住房地住过 体验过军营生活 也看到许多北方的乡村 深深感到一般国民知识的闭塞 对国家和自己的命运 几乎全然无知 在淳朴的美德后面 常常是冷漠和愚昧 他十五岁 到天津上新学书院那三年 受的是英国式教育 要养成彬彬有礼的绅士 在天津 他经常听到官礼人 对张作霖奉君粗鲁的嘲笑 新学书院 每日如升旗典礼一样 有读基督教圣经的早课 虽为强迫学生归一 却引领他开始思索心灵问题 人生在世 意义为何 十八岁 考取官费到日本读书 更进一步认识 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国民普遍的教养 是清洁守法 教育程度高些的 讲究温公的礼节 鼓励知识的追求 对国家有强烈的效忠思想 所以日本那么小 却已成为亚洲强国 他进入东京易高玉科读好日文 一年后 分发至日本中部 面对日本海 十六世纪后 有加贺百万诞之称 有精致艺术文化传统的 金泽第四高等学校理科 该校各项功课皆强 且注重语文教育 除日文外 每周英文德文各八小时 他在此三年 打好一生阅读的扎实基础 最初常去教会 读些基督教的书 但无法感到满足 进而读哲学书籍 当时有一位影响他很大的老师 西田几多郎 本在金泽四高任教 后来到京都地大教哲学 引导他阅读哲学 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书 尤其是和尚赵 贫乏物语等 让他深感社会充满种种不平 由于没有那么多钱买书 他和书店约好 把书买回来以后 不要弄脏 看完后送回书店 可以拿回八折的钱 再买别的书 金泽多语 冬天积雪甚深 常能庇护读书 日积月累 他有一个聪明好动的少年 长成一个深思单独的青年 二十二岁 他追随堂兄的脚步 到德国柏林留学 读哲学经济系 认真地念了马克思的资本论 和不少社会主义论著 但觉得 心中许多不能解的疑问 终极思考的基础 不能建立 颇感彷徨 那时德国刚刚战败 通货膨胀 中日营阳都很值钱 他与同学们生活可称忧郁 常在一起玩乐 多了一些认识德国社会的机会 却耽误了读书的时间 下学期转学到海德堡大学 受教于历史哲学派大师 李凯尔特和阿弗雷德韦伯 既是慕名而去 便全心倾听 也常在课余发问 历史哲学派 由政治经济的思想 分析人生现象 在研究过程 阐明理性思考之必要 也提醒他 区域现实的不同 不可以冲动热情的强一理论 套在大政策上 这对他是一生的启发 使他坚定地相信 只有真正的知识 和合理的教育 才能潜移默化 拯救激弱的中国 而不是激动热情的群众运动 不择手段 只达目的的阶级革命 留下的社会文化问题 需要更多的理性解决 才能弥补 那两年时光 课后过了桥 在尼卡河畔思考徘徊 是一生仅有的幸福时光 春日河水激流 常令他想到 辽河解冻的灼流 青年壮志 也常汹涌难易 他记起五岁那年 穿了一双清眠鞋 走在辽河岸上 围绕着妈妈 兴高采烈地又跑又跳 有个声音在他心中呼唤 回去办教育 我美丽苍茫的故乡啊 我一定要拼命练好一身本事 用最理性的方式 回去办教育 我今日所学所知 终有一天 会让我报答你养育之恩 他一生第一个大挫折 是堂兄因费结合逝世 于德国南部的Freyburg 最初上隐瞒一阵 但不久 博祖父在家乡去世 儿子为何不能奔丧 只好捧着他的骨灰回家 回到沈阳 家中坚决不许他再出去 追求学问的梦至此中断 那一年他二十五岁 丧事结束后 他离开庄院 又回到沈阳城 想另寻途径 再走静修之路 在那时代的沈阳 一个官费留学生 从德国归来 是件很受重视的事 他父亲 在奉天五倍学堂的同学 兼好友郭松林将军 认为他住在旅馆不方便 邀他搬到郭家 塞外一月 冰雪风徒 最是座长夜之谈 两人谈地方事 国事 到天下事 无所不谈 郭将军敬重的客人来访 亦常邀他聚谈 归国青年 得以宏观之家乡处境 他在日本和德国所见 一饮听者极大兴趣 尤其谈到德国 在第一次大战败后 经济几近崩溃 民间生活艰苦 但人民处处流露民族的自尊 和走出困境的坚定意志 他们用石头基建的老楼旧纱 廊柱依然修整 门前露树石器街巷 有文化根基深厚的稳定感 而东北当时在日俄济觅下 以处危境 参加军阀混战有何意义 中国的老百姓 何日才能普遍受到足够的教育 走出浑浑噩噩 受人摆布的境地 他不知道 这些大家充满强烈愤慨 和改革使命感的血液长谈 因缘际会 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自古以来 塞外传奇人物 都是骁勇善战的骑射英雄 保住江山 进而升聚教育 郭松林将军 晚清光绪九年 生于辽宁 相遇乔寨村 嘉平 十五岁就读私塾数年 进奉天武备学堂 毕业后 随朱庆兰军入川 在四川新军加入同盟会 33岁由陆军大学毕业后 由已任广东省省长 朱庆兰的推荐 在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 担任警卫军 及韶官讲武堂教官 他有学识 有见解 讲课时 督促青年成为民主思想的 爱国军人 辛亥革命后 全国军政混乱 他在军中 由北至南 尝遍了国家动荡之苦 对局势 具有宽阔的视野 回到新创办的 东北讲武堂 任战术教官 当时奉军少帅张学良 是他的学生 对郭教官极为佩服 邀他加入奉军 改革军队成立新军 凡事倾城合作 两次直奉战争中 郭军以战力战术 接力战功 但靖官参战 意义何在 故乡卧野千里 农耕缺人 而青年官兵 伤亡异乡 遗族处境悲惨 实在因停止征战 教育生息 在由欧洲回国的青年人眼中 新军的理念 是很有吸引力的 那时郭将军 已是新军领袖 地位显赫 仪表堂堂 凡事能觉能行 郭夫人 韩淑英女士 燕京大学毕业 抗力情深 两人皆好读书 接受新思想 交友谈话 多以天下国家为己任 郭将军 与张学良等 原以筹备成立一所中学 教育军人 遗族子女 以尽袍则之情 名为童泽中学 知我父亲回国后 志在办教育 教育家乡青年新思想 便派他出任校长 参着英德日本的学校 制定规章 奠定良好基础 沿请各地优良师资 在维满洲国之前 童泽中学未受政局影响 一直办得很好 之后还加办童泽女子中学 同时也筹划办一所 真正研究学问的大学 不受当权者支配 不以培养官员为目的 童泽中学成立 校舍尚未新建完成时 先借用沈阳城 东山嘴子军营 一部分新修的营房 其余的 由军官教育班使用 那一年夏天 先招考了三班 十四岁以下的学生 到台湾后 曾任海军总司令的宋长治 既是那时的学生 这样的 有远景的工作 真是一个青春梦的实现 年轻的校长 兴高采烈的忙碌工作 师资 课程 学生的教导 要全心去做 东山嘴子营房 据沈阳约二十里 有修建营房用的 小火车进城 又须率兵进关 先到天井 邀他随军前往 校务 请教务主任代理一下 第二天 急需出发 到天津后数日 郭将军 驻进意大利租界的 一国医院 对他说 此次入关 要对抗 二次奉执战后 孙传方召集的 五省联军 巩固奉军 在河北 山东 安徽 江苏等地的地盘 郭军是长盛军 但是他早已厌倦 这种穷兵独武的政策 官兵伤亡惨重 不知为何而战 进驻天津后 他及邀及核心干部 团长已上军官开会 愿随他回师者 在和平开发 东北方案上签字 不愿者 留在天津 李锦林部队 除了几位追随张作霖 多年 不便参与造反的将领外 大家都签了名 郭将军邀请我父亲 负责回师时 争取国际支持 首先需取得 日本驻在满洲铁路的军队 保持中立 在天津参加的 还有几位官内的政界名人 如饶汉祥 英汝庚 高西滨 杨梦舟 苏尚达 樊光 林长明 和卢春芳等 伊允出任外交处长的 王正廷 尚未到任 先由齐世英 代理外交事务主任 大家对郭军回师沈阳 不去参加军阀内战的 革新理想 很有信心 回师前夕 郭将军对大家说 此事成功顾好 若失败 则大家皆需亡命 11月22日 郭将军徽师前往河北湾州 通电请张作霖停战下野 将军政权交给张学良 电文内容是 靖官参战官兵 伤亡惨重 遗族无一 民生困苦 日俄对东北侵略日籍 必须休养生息 储备实力 以遇外务 永远不再参加内战 振兴教育 全力建设 资源富甲全国的家乡 张作霖接电后 四日来电报 不提西战下野要求 只邀郭将军回审面谈 摆明是鸿门宴 郭军隔一日 再由湾州发出第二次通电 未见回复 急开拔前往攻打 出了山海关 由秦皇岛北上 沿海岸线达到连山 遇到百年不遇的大风雪 气温降到摄氏零下二十度 海面风冻 人马可行 当夜 郭军前锋第二军 由海面穿过 突袭张作霖守军 夺下葫芦岛 三天后 进驻景州 消息传到沈阳 全程震动 张大帅紧急动员 数十辆大卡车 满载元帅府巨连的财物 运往满洲铁路的 日本事务所仓库存放 往返十多次才运完 大帅府四周堆满木柴和大汽油桶 准备逃离时将帅府烧掉 省议会 各总商会等联名致电郭将军 进城后 我公要求 目的 前途 绝可达到 勿忘暂时停止军事活动 此时 奉军与日本燕满铁驻军 达成签制郭军的协定 并且急调吉林黑龙江的驻军来驻 在巨流河东岸 布阵迎战 郭军12月20日 攻占新明市 在巨流河西岸备战 前锋部队 已可看到沈阳灯火 只带主力部队到新明市 即将强行渡河 但是长途行军 风雪严寒 东一补给不够 到锦州休养数日 给张军调兵时间 此一延迟 也给了对方许多渗透分化的机会 困难增加 军心复杂 骁勇善战的郭军 在对方喊话 吃张家饭 不打张家人时 士气动摇 巨流河对峙三日 远可一股作气渡河 已打到距奉军总指挥部 锦石华里的新龙铺 但在关键时刻 郭军射出的炮弹 却因有人卸了隐姓 而没有爆炸 24日清晨 郭军参谋长邹作华等三人 已成奉军内应 逼迫郭将军投降 且发出请降通电 郭将军率位队200余人 离开新明 如骑快马 轻易可以脱险 领求再骑 但是郭夫人及文人饶汉群等人 不会骑马 郭将军不忍独自逃生 同坐马车往南走 被对方骑马追上 奉命就地枪决 以免生变 临行前 郭松林一言 无畅大义 除贼不济 死故分野 后有同志 请誓辞学道而来 郭七韩淑秀说 夫为国死 无为夫死 无夫妇 可以无汉矣 郭松林 42岁 韩淑秀 36岁 尸首运回沈阳市 在小河岩广场 铺尸三日 使准家人收敛 郭氏夫妇的尸体 铺放在小河岩的大广场上 基督圣诞之日 上天降雪 覆盖了冰封土地上的尸身 成了最洁净和平的官邦 没有人敢去祭拜 遥远哭泣的亲友 流下的眼泪 也立刻冻结成兵 参加郭军倒戈的人 远都难逃亦死 但是与张作霖 一起由陆林出道 打天下的老弟兄张作相 性格宽厚 劝他说 不能这么办 他们都是家乡子弟 冤冤相报 将来那还得了 这一句话 不知保全了多少性命 叛军归回原职之后 更加效忠卖命 也延长了奉军的政治生命 后来得知 投效郭军的刘长明 随郭将军逃亡途中 重榴弹死亡 饶汉群在截往沈阳途中 压解的并问他 你是做什么的 他说 我是写字的 士兵说 写字的不要 推他下车 得以保住一命 回到天津 黎原洪家 但是 张氏父子 特别悬赏捉拿骑士英 认为张家送出去的留学生 回来反对他 煽动郭军兵变 非捉来杀掉不可 那许多年里 他们认为 东北就是张家的 政府公开考试 领选的官费留学生 就是张家派的 只能效忠他一家 十二月二十四日天刚一亮 骑士英 急去新明临时司令部 准备全面度拒留和 谁知 郭将军 竟已被迫于午夜出亡 在乱军中 他带了外交处的五个人 英汝庚 刘友慧 杨梦舟 苏尚达 和后赶上的卢春芳 步行涉险到新明市的 日本领事馆 寻求暂时躲避 因为前二日 曾为日军 严满铁路驻军问题交涉 与日方见过数次 此时 未多问答 即给予政治庇护 凤军包围日本领事馆 要求将这六人引渡 日本驻沈阳总领事 及田茂 加派实名警察至新明 不许凤军 进领事馆一步 以保护政治犯 由他出面去办交涉 并送去行礼 威士忌酒 以示尽义 吉田茂这个人道的决定 不仅救了这六个人的性命 也显示出 他一生敢作敢为 有担当的政治勇气 他的父亲竹田刚 是日本自民党前身的领袖 将庞大的家产 留给他做从政资本 他的岳父 木野深险 是明治维新后一代的 宫中重臣 世世代代 培养宏观政治智慧 吉田茂在沈阳总领事任内 观察中国北方政局 很看不起张作霖 认为 他坐拥东北这样富饶的土地 不知培养民生福祉 提高文化教育 而穷兵独武 是无知短事 据说他在领事馆内 谈起张作霖时 不称官衔 也不呼名 就直呼马贼 个人对郭松林的革新思想 极为尊敬 他由外交界出身 深信 在正常的国际局势中 日本如果能与一个 现代化的靖陵 保持良好密切关系 同样可以得到合理的利益 第二次世界大战 吉田茂出任日本战败后 第一任首相 利用美国占领军优厚的协助 不仅使日本 自经济政治废墟中重建 后来成为经济强国 且在他任内 培育了许多大臣人才 成为历史上 称为吉田学校的佳化 齐士英和他的落难兄弟 六个人睡在新明领事馆 八个踏踏米的偏房里 整整半年被奉军日夜围困 白天连院子都不敢去 怕挨冷枪 有领事馆人员口中得知 郭将军已死 遗体在沈阳小和盐广场 曝尸三日 军队全已收编归制 六个人折居在此 出门一步 即是死亡 他们曾千里追随 汉洞山河的郭军回尸的壮举 有如过眼烟云 一切都在球墙外的天地 吹过去了 散了 漫漫长日 漫漫长夜 日日夜夜 齐士英响了又响 一路上打的都是胜仗 为什么当沈阳灯火可见的夜晚 我们就是渡不过巨流河 那一天午夜 如果我住在设于车马店的临时司令部 参谋长他们通电投降奉军 到逼迫郭将军出王的那一段时间 我会派人送郭夫人去新明日本领事馆取得庇护 然后随郭将军及卫队快马闯出去 奔回锦州 巨流河西岸都是国军 撤回锦州保住实力 可以卷土重来啊 思前想后 汉恨围绕着巨流河攻败垂城的那一战 巨流河 那渡不过的巨流 莫非极是现实中的严寒 外交和革新思想皆被困动于此 春耕解冻的时候 奉军又进关参加直鲁御军阀的混战 金凤铁路离日本领事馆只有五百公尺左右 从传来的声音断定 运兵车和铁轨摩擦损坏得很厉害 奉军这样不与人民生息 即使他不追杀 骑士鹰也不能回去了 唯一的盼望是早日脱困 另寻生路 但是 骑士鹰想 今生只剩我一人 我也要反抗恶势力到底 1926年7月初一个下贤阅的夜晚 他们终于在日本领事馆 同情郭军的书记中田风千代 和警察金锦房太郎的协助下 翻墙化妆 逃出了稍微松懈的包围线 沿着铁路步行60里 到新龙殿 由日本友人接应 到达黄谷屯 27岁的骑士鹰和48岁的吉田茂 第一次做了长夜之谈 彼此颇为投缘 吉田茂很欣赏骑士鹰有教养 有见解 是个磊落的青年 他虽是执行日本政府内侍的中立政策 而在庇护政治犯与助他们脱险的行动上 大约也有些浪漫情怀吧 年轻人不仅感谢他及时伸出的元首 二次大战后再次相见 两人又各是一番人生 也进一步钦佩吉田茂的国际观和战后培养政治人才的远见 骑士鹰化妆 由辽宁到朝鲜耸山 乘渡轮到日本 再换火车去东京 车到京都便被记者追踪 次日报上乱报一些猜测 只好正面接受访问 说明郭军革新理想及回师前后真相 消息也迅速传至中国各地 到东京时 浅草区有一剧场 正在上演以郭松林为题材的一出话剧 邀他们去当贵宾 剧中有不少属于骑士鹰的戏 原是一场改变东北命运的壮剧 如今只是人间一出戏剧罢了 由日本回到天津 那时北洋政府的一些新旧人物间的恩恩怨怨 仍在余波荡漾之中 故乡是回不去了 也没有能力和心情回到德国读书 在天津一租建 见到了郭将军的朋友黄福先生 他曾雪中送炭 寄前到新明领事馆 北伐军攻克上海后 黄福出任上海市长 后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 黄福劝骑士鹰先去上海 多做视察 再定行旨 从上海去武汉 因为郭军回师之旨 是南方各种革命分子都同情的 飘然一身 亡命天涯的心情下 与刘德刘日的同学也都陆续见面 都能开怀畅谈 那时 仍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 和共产党人 李汉俊 詹大碑 耿伯昭等人 也曾聚参谈话 参加他们野外召开的群众大会 听各党派演讲 仔细阅读他们的宣传小册 认真思考后 觉得国民党的民族 民权 民生主义 对中国实际状况 是最稳健的做法 1926年底 齐士鹰在上海加入了国民党 但这并不是投奔任何人 蒋先生在南昌第一次见面时说 你不像东北人 这句话令齐士鹰很难忘记 蒋先生那时尚不是唯一的权力中心 30年后 他在台北把他开除国民党籍 大约是正术贤熟的浙江人终于发现 温和英俊的齐士鹰骨头又倔又硬 是个不驯服的真正东北人 加入国民党后 齐士鹰多次往返于上海汉口之间 也随黄福到国民党总部的南昌去 蒋先生与黄福情义慎重 聚餐时常邀他参加 在此认识了陈果夫利夫兄弟 宁汉国共分裂后 在南昌九江和杭州认识了许多风云人物 了解了国民党的状况 也认清了国共的关系 这一年中曾多次到日本去 进一步观察研究日本 在国军革命中 见识到政治大起大落的局面 深知参与政治不能不懂军事 希望能有系统的研究现代军事 岁于1928年 由政府授予陆军中尉军阶 正式报考进入日本训练 载制军官的步兵学校 开学前被派下部队 在高田三十连队任队副 白天上课 晚上住在部队 每周末坐夜车到东京去 常与中央派去日本留学的军官相聚 因他毕业于金泽四高 日语文皆好 被尊为日本通 常可助人 有时与日本老同学叙旧 接触面甚广 日本人一般对中国东北都有兴趣 因他是参与郭松林起义的革命者 而乐于与他交谈 使他听到日本觊觎东北的种种真心话 内心深为故乡担忧 在此期间 他进一步研读日本的军事史 幕府时期的武士精神 明智维新后的军事现代化 和二十世纪扩张主义的萌芽 那三年 一个二十七岁的北国青年 兵败亡命 浪迹天涯 从郭将军家围炉夜化至长江 遇见了许多当时正在创造 中国近代史的人物 因缘际会做了许多长谈 谈抱负 谈理想 投气相知 这些长谈铸造了他一生的 政治性格和风骨 1928年6月 日本关东军在南满铁路 皇姑屯战 炸死了张作霖 1931年9月18日 日军一夜之间占据了沈阳 造成中国近代史上 最沉痛的918事变 对于我那自以为苦尽甘来的母亲 这是晴天霹雳 刚刚挥别的那个充满孤寂回忆的冰雪大地 成了一个回不去的故乡 钟爱他的父母将南鱼重建了 对于我父亲 这一天似乎是迟早会到来的 自他五岁看到日俄战争的炮弹落在我家后山之后 自从郭松林为改变东北命运而战 兵败后被曝使沈阳广场之后 雄距东北的张作霖被炸死之后 他的儿子张学良 匆促继承霸权 既无能力又无魄力 保护偌大的疆域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东北 成为一片几乎茫然无主的土地 故乡断送在家天下的无知之手 令人何等悲愤 日本人从世纪初修南满铁路 贯穿东北半壁江山 以处心几率等候这一天三十年了 日本关东军自918之后 控制了所有对外讯息 铁路 公路 电讯 全都切断 但是从沈阳到黑龙江 他们一路受到地方自卫力量的抵抗 一年后才全部占领 至1934年 成立满洲国 作为1940年大东亚共荣圈起点 准备对中国展开全面侵略 这漫长的一年 张学良在哪里 纵横天下的奉军 而今安在 一夜之间 中国好似在睡梦中被砍掉了脚的巨人 突然惊醒 全国游行 呼喊口号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誓死覆土 但喊声 只有自己听见 那时的世界 仍在殖民地时代 有制裁力的强国 几乎全是殖民国家 当时的国际联盟 为918事变 曾组成一个理论调查团 然而毫无成果 世界上从无真正功力 918事变后一年中 我的父亲思量再三 思考实际工作的种种可能 自从他加入中央政府工作两年来 联络布置在东北的工作人员 多是教育界人士 沈阳沦陷后 已全撤到北平 成立了流亡办事处 有些人也到了南京报告故乡局势 呼吁中央有效援助吉林和黑龙江省内 风起云涌的义勇军 张绍帅继承的奉军精华 已在他声称不抵抗的情况下 撤入关内 地方上不敢坐待轮王的人 有枪击起 稍大声望的 称为义勇军抗日 无数青少年不愿受日本教育 纷纷逃到平津 有的投靠亲友 有的流落各方 那时的中央 对东北局势既无认识 亦无对策 我父亲知道 唯一能做的 只有自己回北方去 深入虎学 了解实况 这是东北人称为 斜着脑袋干的孤注一掷 他先辞掉中央工作 在极端秘密中 由上海乘船 用富德经商的肇姓商人护照 到日本神户换船 转往俄国海上外 乘两天一班的火车 经隋风河到哈尔滨去 到哈尔滨 住进一家白鹅仍开的旅馆 找到了仍在变局中 苦称的吉林同志 徐贞 丧启方和周天放 等秘密工作同志 得以详知 918后家乡抗日行动近况 辽宁 几乎全部被日本人占领 只有军可读 许俊哲和石坚等人 以文官身份掩护 发展义勇军工作 吉林方面 在日本占领之前 活动最有力的 是韩清伦和盖文华 他们策划当地东北军 与民间武力结合 成为声势浩大的义勇军 抵挡日人北境 在长春学战一跃后 终于被日人占领 盖文华与八位同志被捕 砍下的头颅挂在城楼上 骑士英从哈尔滨出发 经由王冰章 王宇章五兄弟负责的 最北据点 黑龙江临时省会海伦 去会见当时声势最盛的 义勇军首领 马战山和苏炳文等人 了解到他们弹药缺乏 装备与粮食补给 以朝不保夕的情形 张家军队 剩下的已停止抵抗 中央又远在数千里之外 交通已切断 义勇军只有赤手空拳 满腔热血和刺骨的朔锋 无法阻挡日本关东军 大局既已无望 他此行唯一的成就 是劝服他们不要投降 武力不能为敌所用 亦不可妄作牺牲 尽一切能力安顿一鸣回乡 留住潜伏呼应的爱国之念 日人在1932年占领黑龙江后 他协助安排马战山与苏炳文进关 在南京上海 受到民族英雄式的接待与欢迎 对日后全国抗日的民心 有很大的鼓舞作用 直接到东北工作 既不可能 他将敌后工作 做了联系的安排后 回到南京 蒋委员长对他说 政府在上海成立东北协会 从此由他负责中央 与东北地下抗日工作的联系 以及东北静观人员的安顿事宜 做长久的打算 绝不放弃